接着看 世尊告诉家瑟 说那对 如来是什么生 说如来是藏出不可外金刚 对的灰砸死生 但是家瑟尊者 用他的程度 跟世尊这样回答 用他的程度跟世尊回答 也就是说世尊 如你前面所说这几个生 我都什么 我稀不见 各位你看到吗 我稀不见 各位没有看见 各位谈到没有看见 那就要跟各位谈一个问题 譬如说 譬如说你常听人家讲说 哎呀对不对 我们现在在上课 各位现在在上课就是一个法会 现在只要是我们 对不对 一开场 一讲了之后 护华就会站在旁边 但是诸位 你有看到护华吗 对不对 跟这个一样 我稀不见 有没有 各位你没看到护华 你什么都没看到 实际上你是没看到护华 好 各位就像什么 各位就像华娃金一样 当释迦摩尼佛在 在灵鳩山里面 谈法华金的时候 各位 假设旁边 有一个 假设旁边 有一个人在放牛 好不好 各位 比如说四尊 坐在灵鳩山 跟几个弟子在什么 对 跟几个弟子 围着四尊在旁边 然后四尊 为他们开示 法华金的内容 旁边的人在晃牛 是不是只看到 四尊跟他几个弟子 是还是不是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他们可以看 他们可不可以看到 天龙八部 他们可以看到 他方来的菩萨 他们可以看到 这些大菩萨 可不可以看到 他们当然看不到 所以有人在读佛经 都把佛经 佛经当成预言故事 或是当成 庄子的庄周辟役 不是哦 佛经所讲的 那个是事实 各位 那个不 各位 这个 这个标法 这个标法 并不是 在事实上 并不是没有那个东西 各位 你不要误会 在事实上是有 有没有 是有 诸位 这个就是我们看不到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那个程度看到 但是我们没有 那个程度看到 我们都觉得说 我们看 对 看不见 就像前面所讲的 那个概念一样 对 意思就是说 在没有 在 在没有日光下的 的树 在黑暗中的树 怎么要树影 对 世尊回答 因为你没有智慧眼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不到 那不可以说 不可以说 你看不到 你说没有 所以各位 所以这是我们程度的问题 那现在加世菩萨讲说 世尊 你看说 讲的那几个生 我都 我都看不到 我只有看到什么 无常生 各位 这个要顿号 无常要顿号 我只看到无常生 我只看到 破坏就是毁坏生 我只看到 微尘生 为什么叫微尘生 因为身体是四大 地水佛翁所组成的 我只看到 杂食生 为什么看到杂食生 因为世尊 你现在还是接受 纯陀的供养 对不对 你也是要吃饭 你看 拉合一顾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这样推理呢 为什么我这样推理 因为世尊 因为你要涅槃 所以我就这样推理 因为你不是要涅槃的吗 佛言 佳瑟 如今末位 如来之身 不坚可坏 对 如凡夫生 也就是说 各位不要这样 不要用你凡夫的知见 看佛就像凡夫 不要这样看 各位真的不要这样看 那个 那个世尊 问微摩姐 对 意思就是说 你有没有看到佛生 微摩姐跟释迦牟尼佛这样回答 他说他观身实相 他观自己的身实相 观佛 对不对 意思 各位这是什么意思 各位 佛问微摩姐 有没有看到 对不对 佛生 有没有看到实相 有没有看到法生 微摩姐说 我观我的身就是 对 那观佛的身也是一样 各位真的什么意思 对 所以他才叫微摩姐 对 讲那个话就不是凡夫 对不对 所以他的经济是这样 所以他看他的身 跟释迦牟尼佛的身 无二 亦无别 对 我们怎么敢这样讲 我们不敢这样讲 对 因为凡夫就是有比较 就是有 就是有高低 所以你不敢这样讲 那境界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敢这样 所以凡夫 讲出来的话 就是凡夫的话 一听就知道 善男子 汝尽当之 如来之声 无量易解 煎恼难坏 非人天生 非恐怖生 非杂食生 这一段话呢 就是区别跟凡夫不一样 贵妃人天生 恐怖生 杂食生 事实上这三个生 讲的就是六道 人天生 对 就是人天 恐怖生 有没有 就是三 对 这些三恶道 非杂食生 有没有 就是这些人道 讲的就是六道众生 六道众生的这些生 对 都是变异的 都是生灭的 佛的生 佛的生 不是这样的 佛的生不是这样的 各位 接下来 所有的重点 各位 接下来 所有的重点 就是要讲法身 两个字 但是 接下来 所有的文字 有的同学看起来 真的觉得很累 各位 接下来说的文字 它的笔触跟笔法 一定不离开几个字 各位 你们自己把它写在旁边 好 他 接下来 他这种笔触笔法 这种的讲法 就是波罗经典的讲法 你只要读波罗经典 尤其你读那个 对 大波罗经 用这种笔触 的文章 几乎 几乎在里面的内容 一半 都是这样写 它的关键是 哪几个字呢 布 各位写在旁边 布 无 非 是非的非 空 各位常用这四个名词 用布 无 非 空 这四个名词 这四个的名词是什么 这四个名词就是否定的名词 用这个否定的名词 来破你的什么 执着 各位你经典 随便 各位你看 我们现在随便读你就知道 你看 如来之生 非生 有没有看到非 有没有 至生 不生 不灭 有没有看到不 有没有 有看到不 不喜 不修 还是不 无量 无边 无有足迹 无知 无形 有没有看到 五 有没有看到 各位所有的文章 是不是都是这样 你们要注意看到他的笔触 接下来说 接下来下面的文章也是一样 那各位 这个就是佛经 佛经善用的 善用的关键字 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关键字 不断的否认 各位 这个不断的否认 就是不断的破除 要破除 破除你的知见 破除呢 你的分别 破除你的执着 所以都用这些关键字来破 所以很多 很多人读佛经 只要看到这样的文章 他就灰起了 对不对 他最后就是灰起了 意思是 哦 我没看 整个都灰灰灰 因为这样的 因为这样的文字 觉得很难看 但这个我跟你讲 不论他在写一万个 意思还是一个意思 对不对 不止一切法 一切法都不可以执着 但却可以的 善用一切法 各位注意听 不止一切法 却要善用一切法 这个没改 那各位 你先把一段文章 画起来 如来之生 非生 是生 这八个字画起来 这八个字的标点符号 那个非生 中间的标点符号 是多余的 这是错的 这个标点符号 都是错的 应该是如来之生 非生 赤生 那各位 那你看到 各位 你看到这一句 你有没有想到金刚 你有没有看到金刚金的模式 生 回生 是生 有没有看到 金刚金的模式 像这样 那诸位 现在下面要解释的 就是要讲这个而已 所以我先用白话来讲 再深度来讲 各位 如来之生 非是什么生 非是无常生 破坏生 为成生 扎实生 这个非生 就是并不是这些变异的生 对不对 是生 而是什么生 而是什么生 常住生 不可坏生 金刚生 非扎实生 即是法生 那我再还个更白话一点 如来之生 非 色生 是法生 我快点简洁 很简洁 对不对 马上就容易懂 各位 只要是色生 就是无常生 破坏生 为成生 扎实生 只要是法生 对不对 那就是常住生 不可坏生 金刚生 非扎实生 就是法生 那诸位 那如果按照金刚经的理论来讲 哦 那这个琴啊 就是第一个生 比如说如来之生 各位 第一个生 这里就是现象 就是像 第二个非生呢 就是本体 第三个生呢 就是作用 现象 本体 作用 也就是说 如来 你所可以看到如来的这一个神 这叫现象 非生 对 他并非 对 对 你所看到如来现象 这一个神 对不对 他并非你所看到的那样的神 对 而是呢 对 而是法生 那我再谈一个比较更复杂一点 更复杂一点 各位 如来之生 非法生 啊 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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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空关 如来之生 如来之生 非生 这就是空关 这就空啦 空关啦 各位 这就是 这就是 诸法空击啦 这就是性空啦 对不对 这就空关 但是 非生 是生 这叫做假关 非生 是生 空中 生什么 生 妙有 空中 生妙有 那就叫假关 那这两句 如来之生 非生 是生 就叫做中关 这两句 合起来 那就是中关 那各位 那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讲金刚经 对 各位如果讲金刚经 就可以 就可以一直去讲 因为这是金刚经的重点 对不对 因为金刚经的重点在谈这个问题 对 所以我只是跟各位讲说 各位 我先用一个很简单 该跟各位 跟各位这样解释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现在佛跟加热菩萨说 对 你现在说 你现在 你现在所看到的 如来这个身 对 并非呢 是 无常砸死的身 而是呢 对 而是常住 坚固的 法身 好 简单 就这样说 接着 下面的 就是要解释 法身 就这个意思 下面所有的文字 就是要解释 法身 然后 所以各位 那现在 现在开始看了 所以为什么 无主红领跟你讲说 如果你要认识 法身 你要去看这一品 这样你知道吗 他帮你推荐的意思 就是说 有没有 你只要看这里面 各位 这里面 这里面的断句 这里面的断句 总共一百句 这里面的断句 总共一百句 只是 只是你 你如果自己 要去承 你就慢慢去承 好 那各位 那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一句一句来讲 一句一句来讲 各位 如来之身 就是法身 法身是什么 第一个 是不是不生不灭 各位这个概念是很清楚 各位这个概念 大家最熟悉的 不生不灭 就是这个名词 大家最熟悉的 各位 这个法身是不生不灭 就是六祖大师 各位 六祖大师 他所开悟 他讲的五句话 他讲的就是法身 各位 他讲的就是 何其以自信 那个自信 就是法身的意思 对 那这句话就是 何其以自信 本不生灭 有没有 旁边把它写 本不生灭 那各位 那你要注意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 大家一在想一个问题 各位 你觉得说 大家常会讲说 这个本不生灭 就是不生不灭 那就是体 但是现象跟作用 是生灭的 各位 这样的观念 叫做二层人的之间 就是本体 是不生不灭的 现象跟作用 是生灭的 这是二层人的之间 这并不是一佛神的之间 为什么 刚才明明跟各位 讲过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 不生不灭 假设它是本体 对 那它这个本体呢 就是什么 对 它这个本体呢 它体中当中 有象跟用 所以它是 它是集体 集象 集用 那个体就是空 那个象就是假 那个用就是中 所以又叫 又又叫做什么 集空 集甲 集中 叫圆融 所以各位 这个才是一层人的之间 各位 你今天看到生灭 就是因为你不明白 它真正的意思 对 生本无生 灭其有灭 所以叫做不生不灭 不是光是本体 不生不灭 各位 这样的之间 对一般人很难懂 嗯 诸位 举个例子 生灭是什么 生灭是梦中的现象 作用呢 对 是梦中的游戏 那只不过是你在梦中所看到的现象 对 梦本来就没有 对 起来的生灭 各位 你要这样理解 比较容易懂 你要用梦一把 一网打尽 你比较好懂 对不对 不然你真的很难懂 你根本没有办法懂 对不对 梦是希望的 在虚妄当中 何必去谈生灭呢 真实是什么 真实是不生不灭 对 整体 都是如此 所以才说 没有生死 各位 哪有说 在说 明明就有生死 你怎么说 没有生死 各位 明明就有生死 那就是 对 明明就没有生死 那叫理 那你现在的意思呢 是理事就有爱了 你知道吗 你现在的概念是 理事是有爱 理事是无爱的 所以各位是有时候 我们在上课讲话 有时候 我们刚开始在讲 讲比较浅 让大家好懂 有时候比较浅 好懂 有时候是二成人的之间 讲二成人之间 大家容易什么 容易懂 而且讲二成人之间 也没有骗你 也不可以说错 有没有 也没有骗你 对 因为 因为那个时候 你需要二成人的之间 对 不然雨太大了 你就流到太平洋了 之间讲太深 反而对你不好 对 当可以讲的时候 不讲 那就耽误你 再来你看第二句 不洗不修 各位你要注意这句话 请问一下 你的佛性是修来的吗 不是 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的佛性是修来的 你的佛性是学习来的吗 不是 他不是你学习来的 他也不是你修来的 那他是什么 在旁边写四个字 何其自信 本质具足 对本质具足 那他岂是你修来的呢 各位啊 各位 各位有的字 只有几个字 你应该好好体会 他说 你现在想我 你现在想我 觉得很刘 然后你想我 对 这样 哦 对 诶 变得要死 变得要脱火 怎么 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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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要抓狂了 或是连人跟你歪插你 你就不舒服 你想那久了 连这种境界就没 所以各位你这样想 想得不对 你这样逆收 想得不对 你这样收 想得不对 那这位 所以你到底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佛心不是我收来的 佛心不是我收来的 那佛心 那佛心不是我收来的 那我现在要修什么呢 诸位 现在要让你知道佛心 要让你知道说 你知道什么是佛心吗 你能体会 你能体会佛心吗 现在说修 事实上就是一种悟 你可以悟到你佛心的状态吗 所以说你要注意这句话 你可以悟到你佛心吗 诸位 从现象界来讲 身体 是现象 心是作用 但是各位 你没有悟到本体啊 所以 所以 所以你现在一天到晚 只是跟 跟你的现象作用在一起 对 但是你没有办法察觉到 你跟你的本体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都是 你现在都是 以你的身心 在修身心 了不可得 这位身心就是五蕴 你现在都在五蕴 你现在都在五蕴 修五蕴 我跟你讲 了不可得 也就是说 你都在现象跟作用 修行 你不能够悟到本体 所以六主说 念念自荐本性 各位 这叫做他悟到 有没有 他悟到 他就念念自荐本性 我们现在念念自荐什么 身心 对不对 各位 你不可以活论吧 你念念所看到的 就是你的身跟心 对还是不对 你一天到晚 也是这样而已 一天到晚 看着自己幸福 对 你痛苦 对 他没爽快 对 他没爽快 一天到晚 看着自己的心 在烦恼 在想起 然后在情绪 然后在不感觉 各位 你都看到 身跟心 你什么时候 看到你的佛心 你修一辈子 你也没看到啊 各位 你有没有体悟过 那各位 所以你要去悟啊 你要去悟那个佛心啊 你不要云云 我受了 好 那各位 再来我谈一个问题 各位 再来我谈一个问题 有的人他认为说什么 有的人他认为说 禅修 是修行 或是念佛是修行 或是诵经是修行 他却不认为呢 上课是修行 各位上课是不是修行 是还是不是 但是大部分人都不认同 大部分人认为上课是解 禅修是什么 是行 所以叫做解行的嘛 并进 其实你这样说是没什么对的 为什么叫修行 修行 修行 修行不是 修行不是 不是形象的问题 对不对 各位 修行原则上 不是 不是你做什么形象 叫做修行 非耶 修行是 修行是你知道 你在做什么 他就是修行 如果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就是 你 你就不是在修行 我给你说 比较简单就是这样 各位就像说 就像说 就像说 你们现在在上课两个小时 坐得住 但是你们上一天的课 坐得住吗 台话 坐得住吗 那为什么高雄班跟台北班可以 为何这两班是开悟的人吗 难道我们这一班不行吗 各位对不对 我们现在高雄班跟台北班都马上一天 对不对 我们现在都上一天 对 只是你们 只是你们 只是你们这一班 对不用上一天 你们上两个晚上 对 所以改天 改天我们也有可能会上一整天的滑滑金 对 难道你会觉得不一样吗 而且 而且才上五个小时而已 各位说一天 一天以为二十四小时 我算起来才五个小时而已 九点半上到下午三点半 才五个小时而已 因为中间一个小时是十万 事实上只有上五个小时而已 各位法华经里面有一段 我一定给大家听 对不对 当日夜灯火起座的时候 对不对 他是不是讲法华经 他讲法华经的时候 六十小节身心不动 有没有这一段 有没有这一段 他在 他在讲课的时候 六十小节身心不动 我不是佛身心不动 连听的人都什么 身心不动 有没有这一段 有没有这一段 那各位 那我们把六十小节 换成六个小时身心不动 做不到 做不到啊 六十小节换成六个小时 我讲的人身心不动 你听的人身心不动 对 当这个开心 这样感不好 各位 我这样 我这样一用起 你就知道说 原来上课也能够开悟 对不对 这样 各位 那个境界是什么境界 那个境界 那个境界就是一个人 完全已经 对不对 没有杂然 没有妄想 没有执着 他就入定 各位定中在讲课 定中在听课 你知道吗 都入定 对 师徒全部入定 我不是很殊胜吗 所以各位 所以你就知道 所以修行不是形象的问题 那既然修行不是形象的问题 那你会修吗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说 你不要害怕煩恼 你不要害怕你的身心 你的身心给你乱 你不要害怕它 为什么 对不对 因为那不是你的重点 对不对 身心不是你的重点 你要体悟到佛心 当你一直体悟到你的佛心 身心怎么给你乱都乱不起来 你知道吗 它怎么乱你也乱不起来 因为你安住在你的佛心 那身心会不会乱 对不对 风雨中的临近 又何妨 外面狂风暴雨 但是你内在是如如不动 真修行 但是不要修的人 他不是 对不对 身体不好 够身体 心很烦的 想办法 要怎么让心不烦 但是各位我跟你说 对 那是不会修行的人 心很烦的 想办法 要怎么让他不烦 那是不要修行的人 要修行的人 心环 心环 心本来就会充当 又何妨 对近心肃起 补体这么长 又何妨呢 所以各位 所以不习不修 你会吗 自己去听 体悟到本质基础 你去悟到这个东西 去悟到本质基础 这一个 这个佛性 这个法神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共修 这一变 这一切 我们先走 我们先走 起来 噢 我们先走 走 感谢观看